不過最近好像是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在 台灣 周邊的這個演習 有一些科目有點不一樣 包括什麼坦克登陸箭也出現了 然後現在呢 台東這個富剛漁港的飛彈快艇 是我方的飛彈快艇 停了很多在那裡 是不是有人懷疑說 是不是出現了其他 過去沒有看過的武器 在台灣周邊 我覺得可能水底下有東西 潛艦是不是 對 然後 所以你就會常常看到 大陸的直升機在空中盤旋 是在護衛 那個也不叫護衛啦 就是 協助幫他盯著看 偵查 偵查 然後 可能也 也在做 附近的水溫偵測啦 我認為潛艇的機會高 你說在台灣東海岸現在可能有 解放軍的潛艇 而且因為持續存在 他 幾乎每個禮拜都來 而且都待了好幾天 所以不尋常 不尋常 那 日本最近分析如果經過了這一番的演練 在台海周邊的演練之後 未來如果真的解放軍要 攻打台灣的話一個禮拜就可以解決 我不知道他講的登陸是什麼意思 就是上岸啊 上岸就解決 上岸還有巷戰是不是 當然啊 真的烏克蘭了對不對 烏克蘭化了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分析啦 因為他如果理解為 只有海軍的登陸 那可能會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所以海軍登陸完並不代表戰爭結束了 不是啊 你怎麼知道中國大陸只有海軍登陸 你怎麼不是別的方式 空降啊 海軍是怎麼登陸 這有很多問題要問啊 那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報告啊 這個 日本的國防部應該防衛廳應該不會亂寫報告吧 日本的國防部的資料應該就是跟美國一樣的啦 可是美國以前是講兩個禮拜 所以他就說因為這一番的演練 實地的演練之後可以縮短啊 他說以前是一個月 現在可以縮短到一張 對 因為我附近都摸手啦 對 那如果用絕招搞不好三天 是不是他就一直說 他繼續演練 不因為你要假定是 對方把你的雷達空軍基地 還有 暗機的那些炮 全部摧毀 那他才會 那個登陸鍵才會開始靠近 不然風險太高了嘛對不對 那你認為他做這個動作要做多久 一定是這樣判斷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登陸鍵要過來 可能也要 考慮你的布雷劍啊 還有 海底 有沒有潛艇啊 之類的 那 雷達 空軍基地 還有我們的 暗機的各種炮 或者導彈 那基本上都是常數啊 那個我認為中國大陸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了嘛 所以都算 都在他的計算之內了 是啊 所以你認為 你認為一周太久就對了 不是 就是你看他怎麼打 他如果是用 鋪天蓋地的飽和攻擊嘛 那你認為要打多久 就把那個 地面上的那些東西全部 全部都打完一輪之後 然後就開始登陸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介紹你對這個事情的判斷 而且如果真的都摧毀 那他也不一定 就不用登陸也可以 不是 他不一定只用海軍啊 他也可以有 他如果認為 他可以認為說他 飛機 飛過來 他也有那個 可以載 一兩百人的直升機啊 就空降 對啊那還有 大型的運輸機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拿下滯空權之後他要採取的 策略就很多了 就會變成多樣 所以 你就是要看他的報告怎麼寫 不然理論上 他直升機如果用連續個 100個架次 他可以運來多少人 對不對 比如說假設一個直升機可以載一兩百個人 那這樣也上來一萬多人 這也是一種登陸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這樣思考 然後 可能直升機先過來 然後清除戰場之後 那大型運輸機就開始來了 就是這樣 所以登陸之後可能還有巷戰 巷戰之後這個戰爭還不知何時 我覺得他不會這樣打啦 他不會這樣打 他一定是先斬首 所以一定是先打台北 他一定是先打台北 然後控制 你的廣播跟電視 然後斷網 切斷網路 那 他就 台灣就只有一種聲音了嘛 然後就開始用 各種 廣播電視 來號召大家要 起義來歸 對對對 一定是這樣打的啦 那當然一定會有人亡抗 那這個打法跟烏克蘭完全不一樣 我跟你講 你用 我們不要去比烏克蘭 我們比歷史比較準 因為你畢竟都是同一個台灣嘛 比如說日本 是怎麼登陸台灣的 他是 那個馬關條約簽約了喔 那 蜻蜓戰敗嘛 所以 這個叫確定沒有 外援啦 那這個不就確定美軍不會介入 那他就要登陸嘛 那孤顯榮不是去歡迎嗎 結果和平解放台北 對不對 日軍進城台北沒有發生戰爭 結果去中南部 一路搞到1910年 死了20萬人 所以我們所講的那個 我們鄉民作戰啊 抗日啊 就是 在後面發生 一路往中南部的時候遇到的 不是台北嘛 不是台北 不過那個時代當然 他的通訊沒有那麼發達 那人家可以躲在山上 打遊擊啊 而且 作戰 很勇敢的也包括原住民喔 原住民也死了很多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這樣看這個局 才有意義啦 那怎樣叫做戰爭結束 這也現在知道 因為這個我這樣 跟你談問題就變成是學術討論 所以你不能夠這樣叫做登陸 那請問 日本已經 接受了台北 那這樣戰爭結束了沒 是他沒有結束啊 然後他接下來要實際鞏固陣地嘛 所以他就開始 往南走 發現反抗好激烈 所以才開始調兵過來 後來就 零零星星一路打 一直到1910 都還在打 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通訊比較發達 大家應該不會想打那麼久 是啦 而且 現在的武器也 也可以測量到 各種監視啊幹嘛的 我只是在告訴你日本的情況 那第二個情況就是康熙嘛 康熙他只有打澎湖 就施朗 那施朗就 放話 說叫台灣的人來談啊 這個模式叫以武逼談嘛 那基本上 那個 那個應該是 鄭成功他兒子 鄭克爽 那政權就瓦瓦解了 他內部就立刻分裂為 主戰派跟組合派 打完澎湖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就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種可能性 對 所以你這個你不要把它 因為這個是叫純戰爭理解 純戰爭理解當然日本那個就是啦 那個叫純戰爭理解 那他是 接收台北他是用 北平模式 你知道嗎 可是 中南部就不是這樣 多含不論道理解 之間 就會有問題 唯有